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携手走过了34个年头 陈卫连不仅仅是周润发的妻子 还是他的经纪人 私人助理 投资人 如今更是他一辈子都可以依靠的女人 哪怕是至今发哥与发嫂的感情也如同热恋时一样 然而最近俩人的感情却似乎出了问题 而起因就是发哥的私生女 之前曾有媒体爆出周润发有一个私生女 如今已经20岁 是香港某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主持人 因为周润发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这个女儿了 所以大家并不知晓 而近日这个私生女因工作受了伤 发哥执意去探望 发嫂则害怕她和老情人旧情复燃 夫妻由此产生分歧 私生女又是哪来的 这个老情人又是谁 首先我们先来捋一下老情人都有谁 1976年一部狂潮掀起热潮 周润发和谬谦人相识相知 谬谦人美丽大方 一双大大的眼睛 十分人疼爱 周润发人帅气又嘴甜 很快获得谬谦人的芳心 然而再多的关心 也抵不住金钱的诱惑 当时的周润发已经追到谬谦人 两人正恋爱着 突然冒出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为了追到谬谦人 送鲜花送钻石 有一次直接把谬谦人 带到轮船上跳舞 独留周润发一个人傻等在咖啡厅里 转头谬谦人就在爱情和金钱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周润发第二次受到来自钱的侮辱 谬谦人的离去并没有给周润发带来很大的影响 唯一让他痛苦到无法自拔的 是聪慧的陈玉莲 23岁的周润发 在剧组里和陈玉莲相识 那时候的周润发已经是个浪荡帅哥 就像是谢贤说的 发哥年轻的时候 追的女人比他还要多 有点小钱 有点小坏的周润发 分分钟就俘获陈玉莲的心 两人恋爱不久 周润发就把女友带回家 他当时告诉母亲 自己这辈子就娶陈玉莲回家了 母亲一听 气得不行 他不明白 儿子怎么会娶一个 整天和男人搂搂抱抱的女人回家 母亲的祖兰并未打击 两人爱对方的心 你放心 我跟阿姨相处久了 她一定会喜欢我的 陈玉莲知道男友的父母 不喜欢自己 但她一点都不担忧 期间陈玉莲努力地做个好女友 不拍戏的时候 经常去未来婆婆家里 她会帮忙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 可周妈妈还是不喜欢她 你又来做什么 我们家谁欢迎你了 周妈妈一看到 陈玉莲穿得花枝招展地来家里 就一口气 堵在胸口出不来 因此 周润发和陈玉莲恋爱五年 她都没有松口 让她进门 1982年 陈玉莲做出决定 她要和周润发分手 周润发第一次心慌 第一次哭哭哀求爱人 别离开 可对这段感情厌恶至极的陈玉莲 只想逃离 陈玉莲质问周润发 如果和周妈妈之间做选择 她选谁 周润发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 母亲是万万不能割舍的 面对这个问题 她哑口无言 陈玉莲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几天后 周润发在家里自艺 幸好姐姐发现及时 才把她的命救回来 周润发睁开眼 看到的不是母亲 也不是姐姐 而是陈玉莲 原来 她听闻周润发自艺后 便立即赶来医院 纵然离开 她的心里还是放不下对方 周润发以为自己 还有机会和女友复合 可没想到 刚出院的她 就听到陈玉莲结婚的消息 原来她和一个富商走到了一起 两人才认识几天 就已经打算结婚 周润发感到很生气 此时的她 又想到少年时期的经历 还有和谬谦人的爱情 周润发当机立断 一定要比陈玉莲早一点结婚 不但如此 她还要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 其实她心里还是爱着陈玉莲的 只是想要逼把自己和对方 她期待着陈玉莲看到后 会来婚礼现场带她走 这场婚礼如她所愿 又不是那么的完美 当她求婚于于安安时 对方毫不犹豫地答应 虽然两人之间没有恋爱 也没多余的交流 于安安心里却很喜欢周润发 她想要冒险一次 一个月后 周润发和于安安赶在陈玉莲结婚前 举办一场很大的婚礼 当时港圈电视台现场直播 整个香港的人都知道周润发结婚的事情 陈玉莲也看到了 但她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有些哀伤 曾经的她可望过穿上婚纱 嫁给周润发的样子 可短短的五年 这段感情对于她而言 只剩下痛苦 于安安满心欢喜地嫁给周润发 以为自己会被宠上天 却不料周润发为情所伤 根本无心经营婚姻 她每天拍完戏 就在酒吧里买醉 婆婆见到儿子痛苦 就责骂袁安不照顾儿子 袁安性格火爆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和婆婆吵架 对周润发更是没有好脸色 只要她闻到她身上有酒味 就会在家里大吵大闹 其实袁安心里也很痛苦 周润发已经凭借上海滩大红大紫 是红火男星 而她只是一个不出名的新人演员 每次外出的时候 别人都会给她冠上周太太的头衔 私下的生活又和期望的相差太大 这种愤怒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匆匆步入婚姻的两个人 都没做好进婚姻的准备 一年不到 两人就潦草地结束关系 周润发的冷漠离开 让袁安安还因此患上抑郁症 她多年后表示 周润发不仅小气还讨人厌 原来结婚后的周润发 一点都不照顾袁安安 母亲不让儿媳拍戏 她就直接下命令 不让袁安安接戏 袁安安想要去探班的时候 她就让她在酒店里待着 对她而言 袁安安就是报复 陈玉莲的一个工具人而已 谁又能想到 外表帅气的发哥 会是这么无情的一个男人 袁安安幻想的美好生活 被周润发的冷漠打破 后来袁安安很少提起周润发 1984年 袁安安离开了 周润发又在剧组和谬千人重遇 如果不出意外 两人会重燃旧情 周润发在和谬千人拍戏期间 多次约她外出吃饭 名业人一看就知道 两人还有戏 意外的是 两人在拍戏期间关系密切 戏拍完 周润发和谬千人就断了联系 与此同时 跟在周润发身边的女人 也换成陈慧莲 陈慧莲不是圈中人 她是经过介绍认识周润发的 其实用现在的话说 陈慧莲是追星成功的典范 陈慧莲一直生活在新加坡 但她却看过很多周润发出演的电视剧 其中上海滩苏启尔等剧 都是她喜欢的作品 第一次见面 陈慧莲就表明来意 她希望留在周润发身边 因为是最好的朋友介绍的 周润发也不好直接拒绝 直到多次约会后 周润发才开口表示 我不打算结婚 你要做好准备 陈慧莲听到这话 当时心里百般滋味 她想要转身就走 可还是舍不得对方 周润发原本是想吓唬对方 她没想到 陈慧莲真的答应了 后来周润发有意无意地 提起这件事情 陈慧莲都笑着打趣道 发哥 你再这样 我会以为你很想娶我了 周润发尴尬地笑了笑 掩饰内心的酸楚 陈慧莲对周润发很好 同居的时间里 她每天早晨起床做早饭 周润发胃不好 她就去找中药方子 做成药膳给她调理 还没到三年 周妈妈就骂儿子 遇到这么好的女人 你不珍惜 就喜欢外面那些花花草草是吗 母亲的话 让周润发感到羞愧 有一段时间 周润发频繁提起 不娶她的事情 其实她内心的想法 是让陈慧莲开口 给她一个台阶下 1987年 周润发和陈慧莲结婚 她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眼泪止不住地流 昨天有网友在网上 建议好老公形象 见称的发哥 其实在1987年 迎娶师承妹 陈慧莲之前 跟化妆师擦穿爱火 并生下了私生女 现在这女儿 已经20岁 是香港电视台的 上儿节目主持人 明福喜 据传 发嫂也知此事 但因发哥婚后 便没再与化妆师 有任何瓜葛 乃至对女儿也不闻不问 发哥也并未埋怨不遇的发嫂 故而发嫂也不想过多干预 也知眼开知眼闭 夫妇俩相安无事 几个月前 福喜在中国主演歌手 阿牧的新歌的MV时 不慎被撞伤入院 他后来反台治疗 有传发哥接到消息后 顿时大为紧张 要前去探视 但发嫂坚持不准 从而激起发哥强烈的反弹情绪 数度在公开场合不给发嫂面子 一度还令她气得当场黑莲走下台 日前 发嫂陈慧莲接受港媒专访 首次谈及自己夭折的女儿 一般的妈妈失去腹中骨肉 会用流产来形容 但对于发嫂来说 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 所以她说 我女儿死了 原来 此前港媒的报道有误 发嫂说 女儿胎死腹中的时候 她还有一周就临盆了 当时怀她已经九个月 每一个人都劝发嫂 立即开刀取出死因 但那一刻的她 坚持要亲自生下孩子 我已经怀了她九个月 我要生下她 我要经历那个生育的过程 在发嫂心里 她曾经拥有过一个可爱的小公主 只是孩子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1991年 怀孕九个月的发嫂 临盆前一星期 女儿应期待绕紧 胎死腹中 发嫂选择自然分娩 生下这个孩子 发哥难忍心痛 不希望妻子再受打击 让护士迅速抱走孩子 但发嫂还是去见了她一面 26年后往事重提 发嫂回忆起这个女儿 仍然忍不住落泪 发嫂说 直到失去孩子的第七个年头 她才能够想通 真正走出丧女之痛 自己的孩子那么一难平 也难怪发嫂会对此事大发雷霓